健身中心、搏激和舞蹈業界等 要求政府允許有條件下重開 第三波疫情爆發 政府勒令健身中心等12類處所停業到星期二 來自健身、搏激和舞蹈等業界話 已經有幾個月零收入 我們比飲食業更慘 因為坦白說飲食業還可以做外賣 但是運動是沒有外賣 或者跳舞是沒有外賣 健身搏激運動業界大聯盟 上個月底到今個月9日 向業界發出900份問卷 超過七成說業主沒有減租 也有七成半估計最多運作多三個月 政府曾經在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 向健身中心派發10萬元津貼 並且向體育總會註冊的教練 發放7500元補助 但是業界說部分人至今仍然未收到錢 金額也不足以應付開支 希望政府給業界做足防疫措施之後 可以有條件重新營運 並且推出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 協助業界解困 無線電視記者蕭穎妍報導